福星乡南环路为张鹿鹿 通往彰化西南部沿海乡镇最重要的道路 至今已完工七年道路坑坑巴巴 县府规划将南环路纳编为县管乡道张206县 积极向中央争取前瞻基础建设 提升道路品质建设计划 核定补助经费约1.24亿元进行改善 预计108年11月底完工 彰化县长王惠美与福星乡长蒋燕登 11日上午前往勘察工程进度 并勘察火电像的道路品质 王管长就这条网纸很关心这条道路 所以说他重新规划 又重新设计来这条道路 现在已经发表在做了 非常感谢我们王管长 来重视我们福星的道路 乡亲都跟我说 来到国国国都知道已经到福星 我们南韩的道路可以说是我们要去台南角 很重要的一条路 我们的路基是来过去做了不说太窄 非常不好 所以变成我们的路品质很不好 就是希望把我们为我们的中路路 一直到原路路这段 先来做相关的改善 这段期间来落后天 我们先把一些人孔盖先下地 一些公传的问题先来做修理 到天气更好时 会做一个来曝捕我们的银河路 让我们的路基 温定银河路 还有多数种放置 才有办法维持我们的这个路空更好 这几个国家 我们管长 头发的我们工部主 大家就会来研议研究 做一次来做好 福星乡南韩路道路优先改善路段 从原路路到张路路 改善长度约4.3公里 改善内容为路面铺竹 路基翻修 景观植栽 及耗制路灯 贡杆等 福星乡果电像路面老旧破损 已于108年6月底 完成孔盖部分下地作业 并排定于108年7月开始 施作路面改善工程 预计8月底完工 期望让福星的乡亲 有一条平坦好行 而且平安回家的路 公益频道林义俊 福星采访报道